中国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日前一席台独走到尽头就是统一 会对台湾和民众带来巨大的伤害 在台湾有决策高层 以匿名方式透过官媒中央社点名张志军 是否从中作梗阻碍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 甚至着意让两岸关系渐行渐远 而这一席重炮回击的谈话在两岸掀起骂战 陆委会周四召开例行记者会表示不予评论 但是副主委邱垂震认为 张志军这番武嚇谈话严重伤害台湾人民情感 我们不认为应该受到这样的指责与威胁 在此一复杂敏感的时刻 北京方面不需要将台湾内部事务 与作为无限杖刚认为是台独 更不需要一再采取威吓性的做法与言论 伤害台湾人民的情感 所谓的决策官员也说 这一段时间看到大陆国台办被整改 不只纪律出现问题 连政策方针都无法掌握 面对两岸新形势无所作为 难怪传闻要遭到撤换 两岸关系走到今日没有起色 张志军要负完全责任 邱垂政则认为两岸缺乏互信基础 应该透过沟通对话化解分歧 实践大学副教授赖岳谦认为 绿营把两岸关系的恶化 都算到张志军头上是恼羞成怒的表现 这十个月来绿营不断释出张志军马上要下台 习近平对张志军充分的不信任 但是海协会会长陈德明转述 清耳听到习近平对国台办 肯定大大对绿营打脸完全是误判 民进党一直要故意把国台办跟习办做分裂 这是有挑拨离间的这个嫌疑 可是他们太不了解中国大陆的决策系统了 不了解中国大陆决策系统 而一厢情愿的要把国台办跟习办把它分开 然后把目前的两岸关系的紧张推给国台办 说你看都是国台办搞坏的事情 然后好像这不是习办的责任 他弄错了 因为习办跟国台办是一条边 决策官员认为张志军的发言 让他们错愕 把紧张情势拉高的责任在对岸 未来两岸互动空间恐怕更限缩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好 我们知道金贶任在对岸 这才能做不成功的 那么 不需要 感谢观看